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事情比较有狠心 虽然我不是亲自去救人 我不是一个捐赠 无形之中我们感觉 我们也是在一起从事这个 救人的一个工作 觉得很高兴 辛苦你的 感恩你的爱心 有这个机会被对到 到渐渐就是表示他可以捐 当然我们要跟他 有很好的爱的存款 因为未来就是要走捐赠 以前是跟着先生做事业 那先生往生之后 我就事业收起来 卖场收起来 就专心做租人这一块 有时候跟厂商他们之间 就是因为为了租金的问题 那有时候用嘴巴讲没有用 我都自己写纯正信号 跟他吹头 现在的话 我们也比较看淡 认为说生命真的是这么 真的是很不容易 其实钱财是身外之物 那只是数字而已 走起回来 再留个身体 还没有进入慈祭 生活是比较松散的 就比较没有目标 但是进入慈祭之后 我们的目标是 就是在慈祭路上走 尤其接触这个骨圈 就觉得有一个 能够真的找到生命的家庭 值得走 而且是很坚决可以走的 而且是有意义的 而且很想走 很喜欢去走的一条路